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較早之前 遼寧號航母編隊 曾經被美國的一艘驅逐艦 混入了當中 國防部也曾經批評過 美國這樣做是等同於挑釁的行為 而在近日 遼寧號的關鍵人物 中國海軍的原副參謀長宋鶴 被指 嚴重違紀違法 連人大代表的資格都被終止了 第二宗消息 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 昨天在社交平台上 爆粗鬧中國 叫中國滾蛋 來到今天 他親自地 找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道歉 同時 他又在社交平台上說話 這次輪到 盛讚林鄭月娥 因為林鄭 叫勞福局重新審視 強制外傭打針 這個政策 但是 洛欽 其實都是說話有骨 他就說 林鄭 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 香港最好的領導人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遼寧號最新的情況 是怎樣 較早前 有一艘美國的驅逐艦 在遼寧號航母編隊之間穿插 我們曾經是圖文並茂 來聚述國 這件事 令到外界質疑 究竟遼寧號的戰鬥能力有多高 而巧合地當局正在追究 遼寧號的其中一個關鍵人物 海軍的原副參謀長宋鶴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所說 中國海軍司令部原宗教參謀姚成 當年跟宋鶴有來往 據他所說 宋鶴被追究責任是意料中事 由此可見 中央軍委對於遼寧號的表現 就不太滿意 因為花了那麼多錢 用了那麼長的時間 搞出了兩條不能夠打仗的航空母艦 主要也是這次遼寧號航母編隊 從北往南航行的時候 被美日的軍艦衝擊到708落 在國際上相當雕人 而且也反映到 習近平對海軍裝備 很不滿意 到底這個宋鶴又是何許人 和遼寧號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原來 當年主導 從烏克蘭購買 雅鶴梁號回中國的官員 就是海軍的原副司令 何鵬飛 當年這手雅鶴梁號 終於拖了回到大陸 這位何鵬飛在2001年3月 去世 他的秘書就是宋鶴 當時他獲得升職 負責遼寧號的改建工程 同時也是負責遼寧號 艾載機的飛行訓練 姚誠就補充 當時購買雅鶴梁號的時候 海軍裏面 有很多人都不同意 因為認為雅鶴梁號航空母艦 那種滑約式的起飛 是屬於淘汰類型 美國的航母都在建電子彈射系統 滑約式的起飛 就很難打仗 姚誠還提到 賀鵬飛到了海軍上任以後 就將宋鶴從總參裝備部 調職過去海軍 原先 宋鶴不是海軍人員 實際上就是中央軍委 對於海軍裝備不滿意 所以就拿了宋鶴來開刀 因為只有他從頭到尾都有參與 遼寧號這件事 實際上來說 現在宋鶴出了什麼事呢 根據 北京青年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這位海軍員副參謀長宋鶴 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 故此 他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職務 也遭到了終止 到底他是 為了什麼事呢 報道就沒有提及到 按照姚誠的說法 上面可能對於遼寧號的表現 就不是太過滿意 不過 中國 現在已經有自主研發的航空母艦 不僅 已經落成了 也落了水 在執行任務的 山東號 另外 還有兩艘航空母艦 都是 籌建當中的 故此 遼寧號 都應該還能夠執行一些軍事任務 例如 軍事演習 和海上的 起降訓練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 菲律賓外交部長 洛欽 他對於 中國 作出了道歉 昨天 他在Twitter上 爆燥 就叫中國的船隻 是滾蛋的 這個就是 跟牛握礁的事件有關 因為中國聚集了大量的 號稱為漁船 在這個海域上 中國就說這些漁船 是避風的 菲律賓方面 當然不相信 覺得中國在這裏曬 於是 就激到這個落陰 粗口也爆了 但是他在第二天 就親自地 找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道歉 這個消息 也得到了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 羅克的證實 其實落陰 他已經得到了 他想要的效果 在國際上 他已經得到了 應有的關注 因為作為一個外交部長 爆粗鬧 另外一個國家 相當鮮有 第二樣 他也能夠 反映得到 菲律賓 那種民族主義情緒 宣洩了出來 因為粗口也爆了 整個F字頭的 英文粗口 現在回到道歉 只不過是 例牌式 行禮如宜 道歉 道歉有什麼 他 反正他都說了 已經說了 他現在道歉 那就道歉 是不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怎麼回應呢 他就說 黃岩島是中國領土 附近海域是中國管轄的海域 中方敦促非方要切實尊重中國的主權和管轄權 停止採取導致局勢複雜化的舉動 事實一再證明 搞默克風外交是無法改變事實的 只能破壞互信 希望非方有關人士發表言論的時候 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他說叫別人不要搞 默克風外交 何謂默克風外交呢 即是說別人一尾得過生弊 一尾就說一些很激烈 很吸引眼球的語句 但是這些東西似乎 他也是有樣學樣的 這個叫做默克風外交 默克風外交和戰狼外交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那就不知道 反正他叫別人不要搞了 默克風外交沒用的 但是這個樂陰已經是咒到應一應了 咒完之後他就去道歉當沒事 其實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就是跟樂陰玩這個黑白面 杜特爾特就說中國是菲律賓的恩人 又多謝中國政府向菲律賓提供新冠疫苗 貸款 以及引入了多項的投資 他說縱然菲律賓和中國發生衝突也好 但是就不代表菲律賓要無禮和不尊重的 就是在這裡 說一些軟性一點的說話 但是 這個樂陰明明就是你內閣的成員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怎樣呢 你內閣沒有溝通的 現在他又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你說是不是演黑白面呢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也是跟樂陰有關的 林鄭今天宣佈了 叫勞工及福利局重新檢視 外傭新來香港或者是續約的時候 必須要接種新冠疫苗的要求 樂陰聽到這個消息 馬上就在Twitter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就說 歡迎香港政府這個決定 他就說林鄭月娥的反應迅速 和明智 還大讚林鄭 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 香港最好的領導人 他英文的原話是怎樣說的 Hong Kong's best leader Since China lost the island in the opium war 即是有骨的 是不是 你讚一個人的時候 你無厘頭又翻起歷史的傷口 就說中國曾經在鴉片戰爭當中 失去了這個島嶼的 你無厘頭提這件事幹什麼 哈哈哈哈 你說他是 Hong Kong's best leader 就已經夠了 不行了 你又要再弄一句出來 吐一吐他 所以他那個道歉 你說是有沒有誠意的 是不是 他沒有的 他咀完你一鑊之後 他道歉 然後 在下午又再咀你一鑊 就借著林鄭這件事 所以這個樂陰 他真的是 吵架的高手 這次戰狼也遇上勁敵 所謂 關公都有對頭人 就是這一種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